你有几成把握 十成 这么大口气 要出征就要有必胜的信心 这点金匪都搅不了 就别上抗日战场上丢人现眼了 原来嘎玛子介绍给龙飞一个赤羊骨副本 说是一伙土匪清末逃难至此 却在山上挖出无尽的金沙 从此买枪买炮所向无敌 少帅留住一支天柱弃兵 嘎玛子败把兄弟养起潜意在其中 却拿他们没有任何办法 珍乃洛西韩家军心腹大患 第二天龙飞直奔少帅府 请求代手下新兵营出兵剿匪 点名要天柱骑兵来协助他 在龙飞看来一旦剿匪成功 非但新兵营能得到锻炼 天柱骑兵还能抽身奔赴抗日战场 另外剿匪所得金子又能补充寒家军军饷 一举三得岂不美哉 少帅果然大喜过望地答应下来 好 我现在立刻就通知下去 天柱骑兵连随你任意调动 可龙飞万万没想到 这只天柱骑兵战力咋样还没机会表现 方向感却属实是不咋地 奉命去青湖镇大叫场集合 走了半天才发现这路越跑越偏 负责导航的杨启钱立马察觉到不对劲 怎么四面除了峡谷还是峡谷 坏了五哥 咱们昨晚跑了一个大大的阔形入险 要知道一物军机是杀头的罪 现连长慌了 杨启钱连忙分析从驻地到青湖镇只有几十里地 而这种情况下耽误了上风的集结 要想开脱只有一种法子 那便是在集结过程中促欲紧急敌情 在这种情况下消灭了敌人非但无过 反而有功 然而问题却来了 这敌人现在在哪里呢 刚才碰到一只马帮 五哥还记得吗 记得 看见他们过 他们都吓坏了 杨启钱点头说就是他们 不过他们并没有被吓坏 而是满脸的匪气 连长愣了一下立马也明白了 匪气 匪不就是敌人 哈哈 有你的 这二人狼狈为奸地尖笑起来 决定就拿这伙倒霉的马帮顶嘴 可也是歪打正着 就在他们原路返回后 杨启钱一翻下马查看下来 竟然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搜出了枪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小伙连忙解释只是本分的赶脚火锦 紧接着居然又在包米粒里 发现了掺杂的金沙 二人大喜 真是踏破铁鞋无匿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这伙人一定就是要绞的金匪 这回是想不发达都难 谁知杨启钱却另有打算 说这些可都是黄灿灿的金子 谁看着不眼红 弟兄们都是脱家带口的 谁家的日子过得都不容易 不如把这些金子给连里的弟兄分了 就算咱们全部都交上去了 别人也会怀疑 咱们已经咽过拔毛了 连长问杨启钱有何妙计 万一走漏了风声怎么办 不料杨启钱已有了个合理的分配 只要将金匪全部灭口 再用金子堵住全连弟兄的嘴 此事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他目测这里面一共有一千两 当兵的每人十二两 每个班长十六两 我们三个排长加上司务长 每人三斤连长一五斤 再把这些药材卖了 那也是一大点钱 连长大喜夸赞杨启钱 真是个小机灵鬼 于是便将金匪一个不留全部杀了 他们本以为天衣无缝 可谁知刚回到军营中 就给龙飞拿下了 连长 你们骑兵连 竟然迟到这么长时间 眼睛里还有没有军法 来人 拿下 如果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